警察在民宅內搜出一箱箱保健食品 另一頭的機器還在不停的生產 詮釋仿冒險境 警方破壞一期險經仿冒案 逮捕一名無性嫌犯 他以低價購買來路不明的原料 以自製比例製成險定 在仿冒知名品牌的外包裝 仿冒機殼亂遮 平時都在各大購物電視頻道上返售 實際比一比 真品跟仿冒品不張大眼睛看 根本分不出來 但真假險定的成分可不同 仿冒品內含的牛黃酸 比真品多了300倍 重牛黃酸使用多了 可能會對心臟的健康有影響 這些商品對於人體是不是有害 這個可能還要需要 由專業的主管單位來做化驗 警方說無性嫌犯 用來製作險定的原料 成本不到10元 但他販售的商品100訂 就要價2500元 他製造仿冒險定超過10年 不法獲利高達上億 民眾買險定是想要吃的健康 沒想到竟有不肖業者 將腦筋動到保健食品上 制出化學險定 保健食品也有假 實在不安心 這位韓智欣SNG小組台中報導 才會保健身長 這位韓智欣 用高達衛神絡